文章来源 红网 新黄河 4月9日 一封关于北京邮电大学一副教授郑某 施德师范的联名举报信在网上流传 举报信称 郑某滥用研究生导师支配地位 指使本实验室学生长期取快递 打扫卫生 搬家 为其女儿做作业 甚至协助考试作弊等 一旦不从 则动辄言语羞辱 言必威逼 10日晚 北京邮电大学通报称 学校决定取消郑某研究生导师资格 停止教学工作 由副教授7级降为讲师10级 还将进行处分 应该为学校迅速 透明 彻底地处理教好 但舆论的追问不应就此止步 研究生培养 实行导师制 必须看到 导师对学生的论文发表 毕业答辩 就业推荐 甚至未来在学术圈是否能站稳脚跟 能提供有力的指导与帮助 因此 导师在师生关系中 也掌握着较大的话语权 从本质上来说 师生关系也是人身依附关系 在高校中的变相表达 为约束导师权力滥用 教育部接连印发了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实相准则和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 用十个不得为师生导学关系 划清交往边界 可仅四个月时间里 前有华中农业大学 后有北京邮电大学 一再出现 学生联名举报师德导师事件 且均调查属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郑某对学生的霸凌绝不是一夜之间才浮出水面的 所在学院师生也绝不可能毫不知情 为什么在制度日趋完善的当下 极端异化的导学关系丑闻依旧层出不穷 说到底 制度的失灵比缺位更可怕 建立亲亲师生关系 建章励志很重要 勇于出手更重要 近年来 教育部从顶层设计入手 推动高校党委一把手出任师德师封委员会负责人 设立党委教师工作部畅通信访举报渠道 师德师封一票否决已经成为高校教师准入门槛和年终考核的制度红线 制度的网早已经越知越密 但不断之劳的制度之网还是没能拦住师德的师德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 师徒传承的封建观念作祟 个别师德导师自始至终以封建大家长自居 将国家赋予的学问指导权和人格塑造权肆意延伸为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 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迂腐思想对学生寄行人格拓 更有及个别学生处于发论文找工作的需求 毫无底线的一边迎合导师 吹捧导师 一边主动充当打手 孤立 抬挤 引起导师不悦的学生 在扭曲的价值观引导下 现代导师制度下的师生关系 异化为封建师徒关系 甚至是家奴关系一再让人大开眼界 其二 高校社会五维论思想 流毒至今 去行政化无疑是高校发展的大趋势 但去行政化的直接后果 就是学术门法更加盘根错节 山头林立 在维论文 维帽子的导向下 负责施得师封工作的管理人员 面对强势的研究生导师 虽然被赋予的监察的权利 但毫无智慧的底气 再加上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本身缺乏统一标准 更没有明确的对错之分 因此纷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民不告关不究 研究生举报导师 既不是第一次 也必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绝不能因为个别极端案例 就把研究生导师魔鬼化 社会和高校 要尊重研究生导师指导学生学问 塑造学生人格的教育自主权 教师工作部门和学生工作部门 也要主动为异化导学关系 受害学生称老散 称好妖 主动发现导学问题 警示风险 举一反三 不能再走学生举报 从快处理 固态赴盟的老路了